我們講天保物法 天保就是聽習後 萬物就繁華 那地靈出人節 我以前學這個拜了很多老師 那其中有一個老師呢 他是不過五的徒弟 所以他功夫了得 那我們有個戒律 就是說如果你當了地理師 一級的地跟二級你不能選 你頂多只能選三級 他這個門派規定 就是說因為你如果自己點 到底你有沒有福氣不知道 我媽那時候就去世 去世呢 我們曾經看了很多地 那師弟就幫我就是先擇日 後來我說你怎麼挑這一塊地 那他忘記就是說 老師以前講的這個戒律 是你不要點一級地 那我就問我們 問那個師父說 師父 那個師弟怎麼幫我挑這個日子 那怎麼辦 他說這樣就是象徵你可以去的 那調的那一塊地呢 是一個迴龍 那迴龍呢 前面呢 有一隻金牛 還有一隻這個雙風貴人的一條龍 另外一個 有五支風是這樣子打 那就是畫石筆 就是畫石還有很多筆嘛 然後在後面 一座高山上面有一支筆 就是叫符咒筆 那等於這個點了以後呢 所以等於說這個一級地 所以地零出人節 有時候你 出藝術家的 對就出藝術家 所以這個 那 葬了以後呢 其實我有 我就有一天 就碰到了這個 這個 就是張國柱 他的朋友 叫王國良 就是他以前當過會議軍的機器人 有一天 莫名其妙他就說 我們要去 那個當時東森 叫立霸 就是說我們要去立霸談 他有 有十個案子 要跟這個 王立霖 那王立霖就派了張蘇生出來談 跟余開豪 結果談了十個案子呢 他們都不喜歡 那最後余開豪說 我對你有興趣 你能不能開節目 所以我那時候在立霸 開了 剛開始的時候 開了一個節目叫 吳皇萬歲 是現場的 call in的節目 那是台灣第一個 把這個 剛好李登輝要選舉 所以我們在做那個 就是說這些次類文化 民族 他們怎麼再運用 所以每天會有一個題目 就是什麼 面向可以九五至尊 什麼樣的 這個党 軍選党部 什麼樣的slogan 就是 那是台灣 就是第一次 就是 但是現在不能做 所以你覺得你也在風水批運之下 就是 也就 有機會變名人了 也就一路 就順暢上來 那有時候地零出人決 這風水很難講